记者向城镇台北报道,麦小龙包围身的50岁男子林千任为了8000元房租冷血杀死房东母女,一省桃园的宴认为让他在坚长期交化,应可反省悔改,判处无期徒刑。 上诉后,高等法院建议双方进行对话和疗愈创伤等修复式司法程序,不过下午高院才停时,被害人家属表示不愿进行修复式司法程序,高院决定12月28日进行审理程序。 在亚德林南下午出庭时,对被害人家属不愿进行修复式司法程序表示没有意见,受命法官钱建荣当庭再次询问被害家属意见,确认全体家属都不愿意进行修复式司法程序后,钱表示遗憾,认为修复式司法程序应多加推广,但也要国人愿意接受。 钱希望以后如有合适的案子将在推广修复式司法。 2012年5月起,林南向谷家乘租桃园市中立区中华路一间店面卖小笼包,每月租金8000元,押金16000元,押金由谷家张子拿走,每月8000元租金给84岁的姑母当作生活费,后因厨房面临拆迁,谷家张子去年1月要求林南退租, 同意可用押金扣底未付的月租金。 林南答应在2月底搬离,但谷家母女要求她仍需缴交2月的8000元房租。 去年2月29日早上9点多,林南与谷家母女在店内印押金,租金争议发生口角,林南进怒持。 水果刀杀死谷家母女林行凶后,逃亡约19小时在新竹县山区路望,她逃亡时曾用石头重砸头部自杀未遂,被捕后表示懊悔,希望法官判她死刑。 她公称因手头很紧,谷家出尔反尔她才情绪失控行凶。